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外国人 我想租个房可以吗 当然可以的 请坐 好的 你好 我最近刚展示到附近工作 想租个单身公寓 您这能介绍吗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大阪所有的房子都可以介绍 那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小代 我是雨昕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快进日本 那么作为外国人 我们都有在日本租房的经历吧 大家都应该知道在日本租房 作为外国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么外国人在日本租房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有什么流程和攻略呢 今天请小代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众所周知 在日本找房子确实蛮难的 因为你需要首先满足几个条件之后 你才可以租到自己的房子 而并不是我只要有钱就可以租得到 现在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要克服哪些问题 才能租到这个房子 小代 这个房源我看着挺不错的 但是我只看懂了房租是这个 下面它写着这个保证金 礼金 付金 还有一些杂费看着挺多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的在日本租房子就是 除了房租以外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费用 那我们现在为大家讲解一下 都有哪一些 好的 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礼金 礼金呢就是付给房东 而不会被退回来的这一部分钱 相当于礼物呗 对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付金 付金呢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押金 在我们退居的时候会退回来的这笔钱 对但是如果你对房子造成了什么损害之后 会从这个押金来付这个修理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保证公司 保证公司的初期加入也是需要费用的 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审查 他的费用呢大概就是房租的50%到100% 因为有很多家不同的保证公司 他要求的金额也不一样 然后每年的更新费用大概是1万日币左右 再接下来就是火灾保险 火灾保险呢是可以认为是强制必须要加入的 因为你自己房间内的东西如果受到了火灾也好 或者是被淹水也好 这个火灾保险会给你提供赔付的 所以说现在房东是必须要求加入这项 那费用呢 费用呢大概在两年1万5日币到2万日币之间 然后换锁钱呢就是很简单了 因为房子要换锁嘛 如果用之前的人的锁就很危险 所以说这笔钱也是需要付的 他的费用大概在2万日币左右 在之后会经常有的费用就是清扫费 清扫费是由房客来负担的 而清扫费呢又分入住时来付和退居时来付不同 大概的费用就在2万到3万日币左右 那就是入居的时候付了以后 退居时就不用再费 对的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还有中介费 就是付给不动厂公司的 它的大概的费用在房租的50%到100%左右 所以说呢在日本租房子 初期除了房租以外 大概要付的金额大概在房租的5到6倍左右 就是6万块钱的房租的话 你可能初期要付30到40万 才可以租下来这个房子 那还挺不便宜的 对是特别贵的 而且有些内容是我们不是很理解的 为什么要付 所以这就是我们找房子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而单身公寓和大货型的公寓 在出去的费用方面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就是现在单身公寓的付金 已经很少有收 就是是零的情况下比较多 而呢大货型的公寓 就还是会有最低一个月的付金 需要支付给房东 哦好的 费用方面我都明白了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对的还是有的 就是日本的房子 首先它室内不付任何的家具及家电 就是我们进入房子 手房子是一个空房子 而单身公寓呢 现在会有最基本的空调 像大货型的公寓楼 及一户建 就是连红条也不会有 都需要房客自己来准备 当然在搬走之后 这些房客自己带来的家电 家具都是要撤走的 要回复成入住室的原状 这就是我们经常听的原状回复 哦 就等你说你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 出去的时候也要挥足到什么样子 哦对的是这样的 租房虽然是比较麻烦 但是通过小戴的讲解呢 我已经大致明白了 那么换一个角度 作为一个房东 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出去 每个月得到固定的收入 又该怎么做呢 小戴给我们讲一下 好的 如果是房东想出租房子的话 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绝大多数的手续 都会委托给管理公司来进行 然后呢 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房东要负责哪些责任 及要负责哪些费用 好的 那首先呢 在这里为大家主要讲解一下 房东要负的其中一项最大的费用 就是被称为广告费 而这广告费呢 就是付给中介公司的一个费用 因为中介公司帮忙 把房东的房子借责给客人 而房东需要付给中介公司的这个费用 一般是房租的一个月 而根据房子的不同 和即房东如果想更快一点的房子租出去的话 比方说付到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广告费 给中介公司的情况也是有的 那之后呢 这就是房东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 而这方面呢 单身公寓及大户型的公寓和一户建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现在基本上单身公寓都是有布条的 如果公条这种电器产生了故障 是需要房东来负责维修及更换的 但是如果是因为房客造成了损伤的话 就是房客自己来负担 而一般一个房子里面固有的设备 像浴室 卫生间 厨房 空调 这些是房东需要负责的 就是如果坏了的话 就自然损坏的话 用房东来修理和更换 没错是这样的 包括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比方说水管的破裂的话 也是需要房东来负责的 但是如果是因为房客的原因造成的水管的堵塞的话 这部分的显示是需要房客自己来承担的 不需要房东来承担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房子出现很多问题 那房东是不是都要一一对应这些房客呢 那是不是就很麻烦啊 就是如果房东是自己来管理的话 当然是会造成这种状况 当然现在呢 绝大多数的房东 会把自己的房子委托给管理公司来管理 像这些住客的一些问题 都是由管理公司来对应的 那房东需要付给管理公司什么样的费用呢 这个是会有费用产生的 就是如果在有租客的情况下 管理公司说的费用是房租的5%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是10万日币的房子的话 每个月的管理费大概在5000日币左右 这样的话那房东就是说只收房租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对应任何这个房客的问题 对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日本的房东可以说 成为最简单的房东 每个月只要看一下自己的村子 有没有房东进来 就可以了 好的明白了 那其实呢 现在日本可以租给外国人的房子 确实没有很多 而我们快行不能产呢 也会尽最大的努力 多数级这样的房源提供给大家 好的 作为外国人的在日本生活确实不容易 我们呢会尽量的提供给大家最多的帮助 谢谢观看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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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